白露如今已经躋身一线女明星的行列了 当初谁也没想到她会凭着一张表情包火遍全旺 跑男的导演也没想到她的参与 竟把跑男收视率重新带回顶峰 而正是白露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 让她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团宠 那段郑凯和王鹤定用腿给白露当凳子的视频一度冲上热搜 这可是曾经连baby都没享受到的待遇 白露说了虽然咱不是淑女 但咱要装的像淑女啊 早年拍摄里火军消失 因为天气太热 大家会把风扇都对着白露吹 节目中沙翼故意欺负她 周围人都在护着她 于是受害者就变成了沙爹 即使玩游戏沙翼赢了 大家也故意偏向百落 最后连导演都不管黑幕了 气得沙爹不想回头看她们一眼 导演说起来 你有导演说吗 有 我有讲话我没听到 我对了都不如地几 不如地几我对 汤天啊大力啊 该不一定公平吗 那我怎么听到了呢 对不对 那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 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 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 沙哥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 甚至连摄影师的无意之间会多照顾一点白露 当看到美丽的落日 摄影师下意识想给白露拍美美的照片 却让坐在一旁的周身吃醋了 怎么咱男孩子就不配拍美美的照片吗 这对深深是多么大的伤害啊 昨天胡言兵老师也被白露轻松拿下 当白露想听胡言兵唱你要的全拿走 即使没有开桑 胡言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满足了他的请求 甚至最后比赛选歌都采取的是白露的建议 这是周杰伦的蓝亭絮 哦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哦这个 里面有一段是 哦观众 因为就很适合你 那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remax 你旁边比如说就是 有点 对有点的流行风 然后这边是细腔 白露跟我们推荐到蓝亭絮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定版了 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推荐 了解白露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超爱吃的人 在和张若云合作的那段时间 张若云就凭借超高厨艺征服了白露 天天给白露做夜宵 搞得露露子那阵子都吃胖了 就连在采访时 白露还在念叨张若云的厨艺 是他的戏也好 我做下的就是人也好 我也是厨艺也好 我现在有点想念他的炸酱面 戏主要就逗白露的 白露中间有一点吃胖了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白露吃胖了 不仅张若云 心里的其他人 也都对白露不是一般的宠 连范围老师都忍不住模仿他 逗他开心 有次白露却人家轮厂住的综艺 被因为还可以再刻一段他们的CP 谁知道白露却直接成为了几个大男人的谈宠 玩游戏时几个男孩子一起逗他笑 我们四个一起逗你笑 开始了啊 三二 陆露子仅仅仅只是低头憋笑 王家儿就立马上前安慰 慰大心丙 慰大 慰大丙丙 此时我真想浑川白露啊 这还不是团宠是什么呀 你身体要不不要涂了 省点力气好不好 刷的不细致 刷吧 你真的还有情绪 帮我忙